哈哈哈哈 欸 首先我想跟巧巧和Kiki 和天真的下下說 你看你們的煩惱都不只是你們的煩惱 大家的煩惱都是一樣的 真的 大家好歡迎收看 巧慧培雲的媽媽信箱第五集 我是小瑜媽媽陳培雲 我是水嘆媽媽蘇巧慧 今天錄影之前製作人有說 題目比較難 我們加油 是我們沒有遇過嗎 而且我們可能會被客訴 我們加油 巧巧33歲台北 我是一位物媒師 很重要 目前寶寶八個月大 在寶寶滿兩個月的時候我就回去工作了 一直到現在還是常常覺得力不從心 工作的時候想著孩子 覺得陪伴他的時間好少 但真正回到家 顧小朋友的時候 又會不停的想著工作 不知道該怎麼平衡 是不是 這真的很難耶 我覺得我們今天可不可以偷看一下 我們把三封都一起偷看一下 可以 既然他說三封都很難 搞不好是可以一起的 第二封交給你 第二封 天真的夏夏 28歲台南 學校通知我孩子發燒了 得馬上接他回家 但公司有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我已經準備很久了 無法缺席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也不能忽略孩子的健康 但也不想錯過工作上的關鍵機會 打電話給我先生希望他能幫忙 但是他也沒辦法離開工作崗位 我只能硬著頭皮向老闆請假 然後趕去學校接孩子 我很擔心這會影響到公司的觀感 要在工作和家庭之間找到平衡 真的太難了 是不是很難 這種兩難的狀況 究竟可以怎麼處理 所以我覺得你的建議很好 把第三封念完 對我覺得不要管製作人了 我們就三封一起開了 聽到這裡我就覺得一定也是工作的問題 育嬰假即將結束 對於日後上班後 可能有臨時請假的狀況 開始感到無奈 刮鬍小孩生病啊 學校停課 職場對於請假好像還是有謀 某種程度的建議 對同事也是會有點抱歉 似乎也好像無法改變現狀 也只能跟先生相互協調 請問有更好的支援方法可以建議嗎 首先我想跟巧巧和Kiki和天真的下下說 你看你們的煩惱都不只是你們的煩惱 大家的煩惱都是一樣的 真的 而且我覺得這裡面我都看出滿滿的 媽媽想要照顧小孩 但是也想要有自己的工作發展的那個心 就像我們兩個現在這樣 對 但是沒有後援這件事情 或者是學校 例如說好了 我很好奇 我偷偷問一下水榻媽媽 小孩發燒了這件事情你有遇過嗎 有啊 但是我必須很誠實的說 因為我是有後援的人 對我也是 我有阿公阿嬤做後援 所以其實我覺得有後援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這個我非常感恩 但是我們現在要來一起幫沒有後援的人想想看 那如果在這樣的狀況下他們要怎麼辦 我有先問過在學校工作的校戶 他們有說 雖然打電話給爸爸媽媽 但是 爸爸媽媽如果很難瞬間喔 有沒有 換一個隨意門 就跑進來的話 其實大概兩三個小時 他們會讓小孩先在保健中心休息 然後會讓他喝水 然後幫他退消 例如說放那個冰冰的那個叫什麼 退溫 退熱貼 然後爸爸媽媽如果可以在兩三個小時內 把小孩接走 其實大致上都還算可以 所以我還蠻好奇 如果你在工作上 把那個事情先快速解決了 然後再回頭去接孩子 但是你心裡面要願意放得下說 孩子他不會瞬間就出事 當然那個情況是 校戶也可以協助的 不是那麼緊急 大概才可以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從我們自己的經驗 畢竟我來這個 從事最忙碌的這個公職的時候 小朋友也才剛剛入小學 所以其實這種生病啦 或者是需要有家長去帶 甚至當時只是半天的這個狀況 其實是很多 更不要說我現在的團隊 我的助理們 大家其實都很年輕 其實差不多就是現在 這些爸爸媽媽遇到的年紀嘛 就是懷孕的 要生baby的 或者是baby正在幼稚園小學階段呢 其實都很多 所以首先第一個 我想給各位職場上的老闆們 一個良心的建議 就是呢 我覺得這個時代 人才是最珍貴的資源 那要能夠留住這些年輕好人才呢 有時候不只是加薪 甚至是給他們彈性公食 比如說在這個時候呢 就讓他們可以離開去接他的孩子們 這樣他的心情可以平穩 孩子可以得到照顧 而你老闆會得到什麼呢 你會得到滿滿的感謝 然後這個員工會更認真的 在後面的這個工作 自動自發的把它補上 我遇到的幾乎都是這樣的助理 所以我覺得彈性公食 是一件非常好的制度 然後友善的育兒環境 其實可以幫你留住更多的 年輕優秀人才 所以這是第一個 我想跟老闆們說的 對 因為也有可能 你自己現在也是主管的人啊 對不對 年輕爸媽也有很多是主管階級的 我覺得這個也可以分享一下 這個是在職場端 給大家方便 就是給自己方便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但是反過來的話 就是比如說像巧巧好了 他說他現在寶寶是八個月大 那他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哇去工作的時候會擔心小孩 想念小孩 可是真的回到家的時候 又會覺得說啊 工作做不完 那我就覺得其實巧巧 我自己也經歷過這樣的階段 你會想念寶寶 然後會擔心他想照顧他 這些都完全可以理解 可是這就是我們人生的新階段了 你就是要學會自己的身上 要有一個開關 開關在這個工作 工作和回去當媽媽的時候 要能夠任意的切換 要能夠自在的切換 專心在工作 專心當媽媽 我覺得其實對你自己的心情穩定 和各種不管是媽媽的表現也好 還是工作的表現也好 其實都會比較好 那這個是我們需要自己學習的部分 不好意思可能不夠專業 但是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然後也想跟巧巧這邊分享 那至於剛剛Kiki說的 在職場請假有某種程度的介意 我真的覺得就是回到水他媽媽 剛說的就是彈性的工時 還有其實現在很多工作 都有機會遠距工作 對 那如果真的可以在職場 創造跟老闆的對話的平台 也許真的有機會 彈性工時 遠距工作 然後讓自己在這個工作的分配 跟照顧寶寶的時間上 讓你自己都覺得舒適 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變成這個部分可能還是要跟工作的老闆們溝通 跟你的同事們溝通 那當然我們現在就是退了一步說 我可能有請假 所以我可能需要跟同事有更其他的部分 讓同事覺得說你不是故意的 你其實是很有心的 我想大部分的人是願意幫你的 那你到時候事後做另外一種表示 我覺得其實人際關係本來就是有來有往 其實我覺得同事是會願意的 那最後的話其實反而是Kiki跟夏夏都有講到 跟先生的部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們是寫信來的人 他們的寫法好像都是 爸爸沒有辦法去顧小孩 然後都是他們要去接齁 這個也是讓我覺得有一點心疼 先跟你們說你們辛苦了 真的 可是搞不好爸爸寫信來的時候會說 我其實三次裡面也至少有一次是我去接的 對我覺得這是回到到底誰的工作具有這個彈性 那就是彼此真的都要先分工 當然有些很突然的情況我們難以掌握 不過真的就是如果在生小孩或者是養育小孩階段當中 我覺得不斷做調整都是好的啦 我覺得很誠實的來講是這樣說 我們沒有辦法馬上解決大家的煩惱 甚至我們也都經歷過這樣的煩惱 現在也看著我們的年輕團隊們也都 每一個為人父母的都會經歷過這樣的階段 那身為立法委員 對我們當然應該要讓國家有更多更好的政策可以來支持大家 甚至是鼓勵老闆們往剛剛我們說的方向去做 但是我也是想跟大家分享說 為人父母啊有很多的快樂有很多的喜悅 那所以有時候我們也是要承擔那個責任 那個責任就是我們要學會在身上多管裝一道開關 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做切換 心情上如果可以更專注在當下的狀況 其實也許你的工作可以做得更快更好 因為我相信啊其實你們未來 你們的baby長大一點點的時候 你也是會這樣跟他說 讀書的時候認真讀書 玩的時候認真玩 不要讀書的時候又想著玩 玩的時候又想著讀書 你到時候一定會說出這種話 所以現在就學習做一個這樣的父母 將來準備去念小孩 我覺得剛剛這一段一定要剪成短影片 分享給所有的家長喔 不過製作人真的說對 今天的題目真的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其實這是人生中最大的課題 我想我們應該一輩子也都還要繼續努力 繼續努力 但是這些問題本來就很難 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不一定可以處理得很好啦 對不對 所以我還想再多說一個撇風 就是各位你們身邊一定要有一群知心的好友 可以吐吐苦水 吐苦水是很重要的事情 水套媽媽有嗎 有啊 這很重要 可以抱怨各式各樣的這段消音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不如就寫信來吧 我們會聽你說喔 不過當你遇到需要抉擇的時候 真的還是要面對自己的內心 想要告訴你自己的事情 好 那就祝福大家都找到適合自己的平衡之道囉 如果真的有煩惱記得寫信來喔 掰掰 掰掰 水他媽媽來送你囉 即日起到7月20號 只要寫下你的煩惱 並標註姓名變化 以實體或現象的方式寄到媽媽信箱 就有機會獲得超可愛的水他媽媽玩偶喔 這一次將會送出10個名額 想要和水他媽媽一樣可愛的玩偶嗎 趕快寫信進來吧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